哈喽大家好 我是龙二 日前雪佛兰官方正式宣布 旗下全新紧凑型轿车雪佛兰科鲁泽正式上市 新车定位介于科沃兹和科鲁兹之间 主打喜欢运动的年轻市场 新车在外观设计上采用了雪佛兰全新一代的家族化设计语言 经典的双格山设计开口更大 视觉效果更加犀利 同时在引擎盖上 新车还加入了跑车元素的设计 看上去也是肌肉感十足 在车身尺寸方面 新车的长宽高分别为4630 1798和1485毫米 轴距为2640毫米 整体的空间表现还是不错的 值得一提的是 相比外观设计的接近 新车在内饰的设计上就要显得收敛了许多 延续了雪佛兰家族标志性的非意识设计 红色缝线的加入则是提升了车内的运动感 目前已知 新车会推出Redline和LS两个版本 二者本质上是一样的 持在一些外观细节上做出了调整 新车上市供给提供了1.07和1.3T 两种动力的5款车型供消费者选择 收下区间定在8.99到11.99万元 感谢的朋友不妨关注一下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 雪佛兰不仅带来了全新的科鲁泽车型 同时还对现有的产品线进行了更新 推出了全新一代的科沃兹 作为中期改款车型 新车的外观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调整 前脸分体式的进气格杉尺寸进一步加大 配合前包围两侧L型的黑色装饰 以及发动机舱盖上隆起的线条 让整个车头看上去给人一种很强的攻击性 而在车尾部分 新车换装了全新造型的尾灯组 看上去有着非常高的辨识度 据了解新车的长宽高分别为 4474 1730和1471毫米 轴距为2600毫米 相比现款车型在尺寸上进行了微调 但轴距并没有发生改变 在动力方面 新车摒弃了现款车型的1.5升发动机 转而采用了最新的1.3升发动机代替 但1.0T发动机则是得到了保留 最大输出功率分别为103和116马力 绝佛兰官方目前尚未公布该车的具体售价 打算入手的朋友可以再关注一下 近日现代汽车官方正式发布了 图胜NLAN套件版车型的官方图片 从图中可以看到 新车在外观上基本延续了现款车型的设计 但前脸中网采用了黑色喷涂 配合经过熏黑处理的镀铬边框 以及融入黑色元素的大单组 看上去运动感十足 而在车身侧面可以看到 新车配备了19英寸的铝合金轮圈 门把手采用同色设计 车窗同时也加入了黑色框架 进一步增强了新车的运动感 在内饰部分 新车采用了皮革绒面运动座椅 并加入了红色拼接缝线修饰 看上去视觉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而在动力方面 据了解新车将搭载2.0T茶油加48V热混 1.6T茶油加48V热混 以及1.6T汽油发动机三种动力 同时提供了两驱和四驱版车型 可供选择 不知道大家对这车的感觉如何呢 近日保时捷官方正式宣布 全新卡焰酷飞车型 正式在国内市场开启预售 同时新车的官方图片也一同公布 从图中可以看到 新车的前脸基本还是保留了 现款卡焰的设计风格 主要的变化基本都集中在新车的尾部 全新的卡焰酷飞车型 采用了交跑式的SUV车身设计 车顶线条从后部开始向下延伸 勾勒出性感的溜背式车身线条 尾部依旧采用了贯穿式的尾灯组 配合下方的扩散器和双边 共四处的排气布局 运动感十足 新车在内饰方面与现款车型 基本保持一致 动力方面则是会搭载一套3.0T V6发动机 转速功率达到340马力 峰值扭矩450牛米 另外保时捷还提供了 性能更为强悍的卡焰Turbo Coupe车型 其将搭载4.0T双五轮增压 V8发动机 转速功率高达550马力 峰值扭矩770牛米 新车将于4月16日 在上海车展上首发 大家不妨关注一下 日前有媒体放出了一些 关于荣威i6 Plus车型的消息 在白管上 新车采用了全新的前脸造型 大尺寸的进气格栅 相比现款车型 看上去要大气很多 两侧保险杠增加了 外字型的镀刻 视条视觉效果也更加犀利 而在新车的内部 即将会配备7英寸的全一金仪表 和10.4英寸的中控大屏 基于阿里OS的斑马 执行多媒体系统 同时ADAS主动安全系统 也将出现在荣威i6 Plus的配置中 安全性将有所提升 在动力方面 新车未来将提供1.5T和1.6升 两款发动机可供选择 最大输出功率分别为169马力和125马力 同时匹配一套CVT变速箱 据了解 新车将会在3月29日正式上市 官方尚未公布该车的具体售价 对该车感兴趣的朋友 不妨关注一下 好了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流了 淘宝搜索关键词VGAR 新选手机好配件等你来聊 当然也别忘了扫码关注 VGAR的微信公众号 获取更多更有趣的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